北京时间8月1日,在这个疯狂的交易期,芝加哥公牛队在之前失去了他们的核心,球员吉尼巴特勒,现在的公牛队纸面上只剩下德维恩维德的苦苦支撑,但是铁了心的,重建的公牛队并没有表示维德是非卖品,之前就有消息称公牛队将会买断维德,但是今天,据美国露天体育报道,公牛不会轻易买断维德, 而是尽最大可能发挥维德的最大交易价值,目前公牛队已经收到俄克拉和马雷平队和休斯顿火箭队对于维德的报价,两队都希望引进这位巨星老将,虽然维德状态和当年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维德还是勉强能够摸到巨头的边的,而火箭队和雷平队都有两位巨头等待维德的联手,按理来说,雷平队是需要维德的, 新赛季如果引进维德,微上空位,维德得分后卫,保罗乔治打小前锋,这样的阵容足以在西部占据一片天地了,但是火箭报价,维德就很奇怪了,虽然维德和克里斯保罗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但是维德和哈登的位置是重叠的,总不能让哈登去打三号位吧,又或者火箭队,像让维德给哈登打替补,但是这样别说维德不会同意, 从资源利用上来说,也太大才小用了吧,简直爆点片物,当然维德,无论加盟两支球队的任何一支球队,都会取得比在芝加哥公牛队更好的战绩, 以维德的心性,他不会忍受球队长时间输球的,所以维德离开芝加哥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而火箭和雷平队将会是非常好的选择。